大家好,我是Yan Poon 我曾經在香港的一間網絡媒體做過 所以可能有人在一些網絡的店裡見過我 但如果你沒有見過,也不要緊 因為這一刻的我 就是一個來了大阪Working Holiday 剛剛好一年的香港人 而我本來來大阪Working Holiday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大致 我很簡單,我很想認識日本女朋友 當然,這一刻我認識不到 而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也更加認識不到 因為我完全少了很多社交的機會 而疫情之後,一方面是我無法回香港 另一方面,原來大阪有另一個 完全跟大家印象中不同的樣貌 因為疫情的關係,日本大概4月時出現了緊急令 然後整條街道真的完全沒有人 而當時我最喜歡做的就是出來踏單車 整條街道沒有人 然後你以為自己是華麗的 將單車踏到時速50公里 那一刻真的很爽 對不起,日本政府真的… 但我要說這個情況,我很喜歡 就是這麼少人的日本 不過雖然這麼說,我也希望疫情快點過 因為我很想快點再有香港朋友 可以拿五香肉精過來給我吃 首先來到心佳橋 大家看到人們仍然人來人往 而星期六日的話,其實還會再多少人 所以來到這裡仍然是… 感覺上沒有甚麼改變 不過如果你這樣想 你不是太年輕,你是太天生 因為接下來我再帶大家看看別的地方 你就會感覺到 究竟疫情對大阪的影響有多大 這裡又是另一個大阪一定要去的地方 就是那個鼓勵果公仔的地方 而一年前,我剛來到大阪的時候 我第一晚就過來拍這張照片 而當時我排了大概20分鐘 我才可以拍到 不過現在根本沒有人會阻礙你 不過我已經不想拍